朋友们大家好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 宁肯食无肉不可拒无竹 充分说明了大家对竹子的喜爱 那竹子在中国的文化中呢 又寓意着平安富贵吉祥如意 所以说呢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在自己的家里 种上一片竹子 但是呢 这竹子怎么种 在种竹子的过程中 会出现什么问题 怎么解决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聊竹子的事情 这是我们家的一片竹子哈 大家看哈 亭亭玉立 郁郁葱葱 然后后面和那个松树相呼应 就特别特别的漂亮 但是呢 竹子虽然漂亮 如果种不好的话 真的是后患无穷 那接下来呢 我就会让大家看看 种不好竹子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大家看哈 我们面前的这片地呢 本来我是用来种茶花的 但是这下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竹子 如果不挖出来的话呢 等我的茶花长大了 竹子却从茶花里面一个阵的弯弯冒 到时候呢 就很难处理了 所以说呢 竹根会四下蔓延 很难控制 这是种竹子最大的隐患 那竹子呢 一般我们都会种在这个院墙边上 那个竹根呢 有时候就会 串到邻居的那个家里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纠缝 所以美国的一些地方呢 就会在法律上就明文禁止这个种竹子哈 明文规定不允许种竹子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在种竹子之前呢 我们就事先做好隔离带 竹子根据品种的不同 扎根的深度不同 像我家的这个品种呢 它的根呢 也就是三十多公分 所以我选择的是 五十厘米的水泥板 做隔板哈 这个板呢 是我在Home Depot买的 一米乘一米八的 切开以后呢 刚好是五十公分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 隔离的地方呢 挖钩 然后把水泥板下去 然后填上土 然后把这些的区域都挖干净 这样的话呢 这个竹子根就不会到处乱窜了 其实我们 我家的前业主 他也是做了一些处理的 你看下面有水泥砖 然后还有这个铁板 但是呢 水泥砖大家看 差不多也就是二十多公分 这个铁板呢 一定也是不够深 所以说呢 就是无法阻止这个竹子根向外面的蔓延 那我用这种水泥板的这个方法呢 有一年多的时间吧 其实是证明了我这种方法是有效的 接下来呢 我就带大家看一下哈 我后面的一片竹子 大家看 这是我家后院的一片竹子哈 那其实呢 这片竹子不是我家的 但是是因为在我们家墙的这个北面呢 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绿色的隔离带哈 那它和左边的这颗雪松和右边的这颗红风 搭配起来就特别的清新漂亮哈 那我们我们来的时候呢 在葡萄架的这个地方呢 是密密麻麻乱七八糟的竹子 比前院的规模还要大 我们是请了专业的这个施工队 然后带着电锯来一块一块的把竹子根锯下来的 大家知道那个竹子根有多可怕吗 厚厚的一层啊 坚入磐石 我这一片挖出来的那个竹子根呢 就装了HOMEPO那种标准的 花园垃圾袋装了十几袋呀 然后呢 挖沟下水泥板 铺砖地 那到目前为止呢 大家看哈 这一片地方呢 就没有任何新的竹子发起来哈 所以说呢 这就是说明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然后大家看这个水泥板 就是前面的那个水泥板哈 那我们是挖了50公分的这个深度 然后把水泥板下下去的 之后呢 就再也没有竹子发出来了哈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想种成片的竹子的话呢 就是要提前的 做好这个隔离带 我们可以用水泥板啊 或者是铁板 但是呢 不太建议铁板 毕竟铁生锈了之后 对水也是一种污染哈 那竹子的第二种种法呢 就是盆栽竹子 大家看我前面的这颗竹子 这就是我的一颗盆栽竹子 这颗竹子呢 是我从我家后院的地上 挖出来的一颗益栽吧 益栽小小的 就是当时挖出来的时候 没有这个上面的高的竹子 只是这下面很小很小的 一层小绒毛的这种竹子 那么经过去年春天呢 它一下子就发出来几根 这个几根很高的这个竹子哈 所以说呢 就是新种的竹子不一定说是越大越好 反倒是这种很小的竹子呢 它才容易成活 而且只要它的根系完整 那么经过一个春天 它就会发出来很多 另外的话呢 竹子啊喜欢杀凉土 不喜欢黏土 特别是对于我们盆栽来说 就是一定不要给到它黏土 那样的话它的根是不能很好的生长 那么对于你家里不想种大片的竹子 仅仅是想把一个小的角落呀 或者是一个小的地方去做一个点缀的话呢 我觉得哈盆栽竹子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它能有效的防止串根 那竹子的第三种种法呢 就是风景墙 我们有很多朋友呢 很喜欢在后院的墙边 种上一长排的竹子 很漂亮的一种竹子的风景墙 但是呢 又担心那个根到处乱窜 所以说就不敢种 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借鉴我们种菜 就是菜床的这个做法 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长方形的带底的菜床 然后来种竹子 然后做成之后 在这个菜床的底部呢 和侧面铺上一层防草布 这样的话竹子根就不会到处乱窜了 那好了 今天呢 我们种竹子就聊到这里 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的庭院里 种出漂亮的竹子哈 我们的终极追求是 既要食有肉 且要居有竹哈 啊 谢谢大家 再见